這個MCA 還說是Test Income 里面是Test Amount 的數量 如果上面是一個Progressive Tax X 是什麼呢? 你提醒一下 Progressive 就是當人工越高 收入越高 平均稅率越高 不是單止需要交稅額 都是平均稅率越高 X 是什麼呢? 現在零就不用交稅了 如果收入是一萬元交1,500元稅 1,500元至1萬元應該是15% OK? 2萬元交X這麼多稅 留意呢 Progressive Tax X佔據2萬元 一定要多過1,500元 所以呢 如果是1,500元 如果收入是1,500元的話 原本是1,500元 15%的話 2萬元成15%應該交3,000元 但是3,000元 算出來的平均稅率也是15% 所以多過3,000元的稅行 X 才佔據2萬元 是超過15% 才是一個雷進稅 所以要大過3,000元才行 所以答案是C 小過3,000元 算出來的平均稅率是少於15% 變成雷退稅 等於3,000元算出來的稅率 15%變成比例稅 稅率就不變了 要大過3,000元才行 所以答案是C 好 好 Tesla 雖然都是 計算不同的收入 計算不同的稅項 X Y Z 三種稅 你問你哪一種是progressive regressive 還是proportional 你也是要計算稅率 其實第一個 X那個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其實它不是交2,500元稅 稅項固定 其實後面會講到 這些類似銷售稅的 即是股定稅項 其實一定是雷退稅的 因為 誰都交這麼多稅 其實稅項佔高收入人士 百分比一定會比較少 例如Xa 每個人都交2,500元稅 2,500元至5萬元稅率是5% 2,500元至10萬元是2.5% 2,500元至15萬元是1.67% 所以X就是類似稅 然後看到這些 就是平均稅率一定會下降 當收入上升 如果不是每個人都交同樣數量的稅 如果稅項增高收入人士的收入 一定是百分比一定會比較小 所以一定是類似稅 Y就是稅項越來越少 這個都是類似的 是不是 因為 你計算出來的百分比一定會越來越少 其實 所以類似稅 如果收入越高 要交稅項越低 一定是類似的 所以都是regressive的 不如不要誤會 以為類似稅 人工越高 交稅項一定會越低 其實就像剛才說的X那些 交易有這麼多稅 都是類似稅的 好 接著Z Z Z就說 人工越高 交的稅項越高 那是不是類似 是不是類似 又未必一定的 是不是比例 又未必一定的 那些人以為一定不是類似 其實可以類似的 例子 你計算一下稅率 第一個 五萬元 稅率 應該是2500 除10萬 就是25% 當收入是10萬元 10萬元 稅項就是3500 3500 除10萬元 乘100% 就應該是3.5% 人工是15萬 稅項是4500 4500除15萬 乘100% 就應該是3% 所以看到 這個也是類似的退稅 regressive tax 因為平均稅率 都是下降的 當收入越高 所以我留意 其實收入越高 交的稅項越高 都可以是類似退稅的 因為平均稅率 都可以下降的 所以這個regressive 是很特別的 首先 他就 就不是一定 人工越高 交的稅項一定越少了 當然如果交的稅項越少 一定是類似 但是人工越高 交的稅項1月5多 都可以類似退稅的 只要稅項增加百分比 只要稅項增加百分比 是小的 人工增加百分比 其實稅率都是越來越小的 人工越高 所以這個regressive 就是這個 當tax income上升 稅項越低 一定是regressive 因為稅項增加百分比 因為稅項增加百分比 一定是越來越下降 因為稅項增加百分比 一定是越來越下降 因為人工越高 如果remain unconstant 稅項也是一樣多 都是類似的 像剛才的x的例子 因為如果人人都加這麼多稅 如果稅項增加百分比 稅項增加百分比 稅項增加百分比 就是這個evolum tax 視乎稅項增加百分比 越來越大 百分比 或者越來越小的百分比 還是一個固定的百分比 算出來 看稅率的變化 當人工越高 才能決定到 那個是一個 雷進雷退 還是一個比例的稅 所以小心一點 所以永遠都要看到 稅率的變化 就不要看稅行的變化 下面有個例子做的 如果Country AA 有一個Cell Test on Short Drink 汽水有一個銷售稅 這個稅是Progressive Proportional 和Regressive Test 留意銷售稅 一般來說是一個累退稅 為什麼呢? 假設一罐汽水要交一元稅 每個人都交一元稅 稅礦是固定的 如果你買同樣一罐汽水 但是稅項賺的高薪人士的收入百分比 是愈小的 所以一定是Regressive Test 首先要回答大家都給這麼多稅 High Income Quote或者寫到 Rich and Poor都可以的 以前試過不給的 現在DXC都算了 有錢和窮人都是給同樣的稅項 當你買升個Mound of Short Drink的話 但是那個稅項呢 就take a smaller proportion 的Income for the High Income Quote 就是有錢人呢 那個稅項佔有錢人的收入 百分比是小一點的 或者平均稅率呢 是下降的 當那個Income上升的話 所以這個累退稅 人工越高呢 加上稅率 平均稅率越低的 還有你留意一下這個稅率呢 是計算那個稅項佔 那個納稅人的收入百分比 不是佔那個的 產品的開支百分比 留意一下 遲些說的那些汽油稅的那些 那個稅項是根據那個稅 那個汽油的價格來計算 會公升有多少錢的 但是我們計算 平均稅率呢 就不是計算那個percentage on那個price 是計算那個稅項佔那個 納稅人的收入百分比 所以有些人又說被捏了 那下次我們做一個例子 就再詳細說一下這個例子 啊